大家好,我是新代集團總經理特助曹昇 大家近年來都在討論所謂智慧執照 其實智慧執照包含的領域面向很廣 包含自動化、智慧自動化 或者像雲端、大數據、AI、數位轉型等等之類 但是對於中小企業來說 他們要怎麼樣面臨這波智慧執照的浪潮呢? 想請教洪真 中小企業最優先會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在代表許多中小企業 其實他們現在列明到的問題主要有一個 第一個大部分是人的問題 第二個是錢的問題 其中又以人的問題為最主要 人的問題主要包含的 第一個是人員招募的問題 因為其實對於中小企業來說 他們的人員招募其實顯得越來越困難 不管是因為環境的關係、產業的關係 導致他們現在在招募新的人力 即便是外景的人力 其實都不容易 甚至他們可能就只好到需要外移 雖然在外移他們可能暫時解決了勞動力的問題 但是卻增加了更多的管理面的一些問題 可能我在越南、在台灣 不管怎麼樣裡面管 第二個是如果我今天要是有經驗的人力 其實那就更困難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這些經驗 過往可能是累積在一些 老師傅甚至老闆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今天要怎麼樣去把這些資料 把這些經驗能夠傳承下去 我曾經就聽過老師傅在抱怨一個事情 他很樂意去帶新人 可是呢,帶完之後過完一段時間 可能新人又離開了 所以有一天他就跟老闆說 你都請人來 我跟人家都在跟人家 我都不用做事 他沒有時間可以做他自己本來的事情 所以這其實是現在在中小企業的一個困境 那第三個呢 二代接班 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我們看到很多的中小企業 他們的二代 他們看到說 我自己家裡有工廠沒錯 可是這工廠這麼亂 或者說這個都要怎麼管 那幫他的環境 可能他也沒有翻殺有鑄造 那這些環境其實他不知道他怎麼樣去面對 他甚至寧願說 那我乾脆去電子業 去當員工 去被人家請 這樣子可能對他來說還更容易一點 所以其實很多的公司工廠 其實都面臨到類似的狀況 最後一個呢 比較是跟錢有關 就是說他今天在接單的時候 他的交期 他的品質 不太容易掌控 所以很多的資訊 可能在老闆的腦袋裡面 他用他過往的經驗來做這些事情 但是這些資訊 怎麼樣子可以讓公司可以繼續的發展 或者說我公司 我未來我要在成長的時候 我該怎麼辦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看到中大型的企業 其實大部分都面臨到類似的問題 想再請教一下 智慧製造跟數位轉型的重點有什麼呢 對於中大型的企業來說 其實大部分他們在做的 除了整合資訊之外 他們大部分在做 許多的套裝軟體之間的 間接 那他們可能導入了像 ERP、NPS、POM、TQM等等 這些軟體 可是對於中小企業來說 其實他們沒有這些軟體 他們很多的時候呢 更需要的是更直接的一個功能 所以他們 假設啦 針對中小企業 我們要來開始 這樣一個智慧製造的起步的時候 除了一些基本的像可視化 或是像說製程的標準化 例如像道具啦 加工參數啦 標準工時等等之類 這些的資料 他需要收集起來 未來有機會再利用 或者說看板 還可以做到可視化 除了這些之外 我覺得對中小企業來說 他應該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對於我公司來說 在我的流程 在我的品質上面 我所面臨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有沒有機會透過這些資料 資訊 智慧化的這些收集 可以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中小企業的時候 其實看到 對於中小企業老闆 要投入職位製造 這是更重要的 我舉一個例 例如像說 像 有的工廠 他可能他在導入自動化的時候 他的良率怎麼樣子 可以維持 他怎麼樣把他的品質 生產過程的這些資訊 可以收集起來 甚至做到進一步的 就是說 我可能把我的 加工製程的參數 可以做到一些自動補償 或者是 如果有一些重大的一些 生產問題的時候 他可以自動提醒 舉例來說 像我道子斷掉了 那我怎麼樣子能夠 做到一些自動提醒 自動仿呆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不可能 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非常建議 中小企業可以開始去考慮 怎麼樣讓你們的製程 導入生產自動化 那原因是因為就是說 其實呢 在我們剛剛提到說 自然其實是最主要的問題 所以我怎麼樣子 透過自動化 讓少人 省人 變得 可以實際的 弱勢在我們工廠裡面 那其實在整合的時候 你卻會發現 買這些機械手臂 料盤 這不是主要的問題 而是怎麼樣把它整合起來 在我們的整個導入這些生產自動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 不同的製程 其實它所面臨到的問題 跟狀況其實都太一樣 有一些它可能要用視覺 有一些它可能需要連線 有一些它在夾置具上面 可能要做一些特別的設計 等等之類 所以這些的狀況呢 其實如果我們不開始做 其實我們永遠不知道說 我的工廠當我要做自動化的時候 會不會遇到什麼樣子的困難 所以我們建議其實現在 隨著手臂的價格其實慢慢在降低 其實現在我們非常建議 許多的老闆 開始導入所謂的工廠自動化 你可以從一個 可能一個機台開始 然後開始建立一個手臂的單元 然後一台手臂可能對一個對兩個 用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我們幫助過 許多不同產業的老闆 開始建立他們的自動化的那種好 可能在工具 在管件 在水五金 或是在一些罰件 像是電子三星 其實這些我們都有非常多的 輔導的這些經驗 所以我非常鼓勵各位可以開始思考 這樣子的問題 可以開始準備投入 洪真有沒有一些成功案例可以跟我們分享呢 關於我們過往在做這些 智慧自動化的導入的時候 如同我前面講的 其實不只是把這些資訊串結起來 不要收集很多數據 但是確定辦法解決你真實痛的問題 所以除了可視化、標準化之外 更重要的是品質跟流程的問題 所以我關於品質跟流程各種一個案例 像我之前在手工具的行業裡面 我們有碰到就是說 需要導入自動化 所以我們幫他加裝了手臂 去做一些的上下料 去做一些的自動化串結 但是呢 他後面馬上面臨到的下一個問題是 他在生產的過程當中 他的道具會磨耗 所以他當具磨耗之後 他可能需要量測 量測完之後他需要補償 所以他本來希望省存的 可是這個人卻沒有要真正的省掉 他還是要一個人在那邊 協助去量刀、補刀等等之類 那所以呢 我們開始協助他 開始導入了整個成品量測檢測的 這樣子的一個戰 成品量測檢測的結果呢 進而我們可以把這個量測的結果 可以捂回到控制器的磨耗 跟加工的參數裡面 所以這就解決了他剛剛那個量刀磨刀的問題 但是呢 後來他又接著馬上會面臨到一個問題是 他在加工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的刀具損耗比較快 那可能甚至呢 像他有一些初切的這些加工刀 他可能會比較容易就磨耗 甚至就蹦刀了 當他接力蹦刀的時候 他做出來的一整批的料 最常都是有問題的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他有機會 可以從我剛剛講的量測站 可以取得相關對應的數據 所以我們協助他做了這個部分 甚至後來呢 我們也把他的這個 在生產的過程當中 他的刀具的負載可以抓出來 那刀具負載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而去觀察 這個刀具是否有異常 進而提前的提醒他說 這個刀具可能要進行換刀了 或者說即時發生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即時反應出來 我們也協助他去把它的 加工的標準的時間 能夠估算出來 幫助他在整個生產的過程當中 管理他的品質 或者他的尺寸的部分 或者他的加工的時間 去做標準和數位化 這是其中一個案例 那第二個案例呢 是關於流程的部分 流程呢 我們之前在一個 管件接頭的一個生產製造廠家裡面 我們去寫出他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派單的過程 他需要自動派單 把加工程式可以自動派單 但是呢 雖然他做一個加工程式的派單 他仍然需要他的就是圖齒圖面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確保說 他拿到的這個加工的物品 這個工件跟他的圖面 真的要加工的東西 也是對得起來的 那這件事情呢 對他來說 因為他圖面 他在現場傳來傳去的時候 他的現場可能又 蠻髒亂的 所以可能傳來傳去的時候 那個圖面可能就 不管是污水了 甚至遺失了 其實這都造成他們的困擾 所以說 那個時候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寫出他們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當我今天我在派程式的時候 我同時把他的圖面 一起可以同時顯示在 他的操作的控制器上面 所以這個控制器上面 他顯示加工的顯示 然後他對應的加工參數 還有他的加工圖面 所以他從這個加工圖面 跟他的加工的工件 可以直接做一個對應 非常方便 他的員工可以去判斷說 我今天這個加工到底有沒有異常 或者說他的東西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所以這就解決了 他們在整個生產流程上面的 一些判定上 都是在他的員工的 效率訓練上的一些問題 所以透過這兩個案例 其實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有許許多東西 看起來都很小的問題 可是卻可以真正的解決 我們在製造現場的時候 所遇到的這些困難 幫助我們在我們不管是品質 或是流程上有所提升 宏征宏征 那最後想問一下 如果我們想要 邁出第一步 執行智慧工廠 有哪一些資源 是我們可以直接利用的呢 那在政府資源的部分 其實目前政府 特別是經濟部的部分 其實提供非常多的 這一些的專案 或是計畫的資源可以申請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上網去查詢 SNB還有SNU的這兩個計畫 這兩個計畫 一個是提供工廠的整場聯網 一個是提供更多智慧化的元素 像我剛剛提到的這些元素 可以整合在工廠裡面 此外在工業局 也有所謂的CITD的計畫 就是傳農企業升級的這個計畫 其實這也可以有助於 我們在整體工廠 變得更加的自動化或是智慧化 那在升級這些計畫的時候 警察都需要政府認證合格的 自動化的系統整合的業者 那在新代的集團裡面 新代跟聯達這兩家公司 其實都是我們有合格登錄的 這個自動化系統整合服務業者 所以也歡迎跟我們聯絡 如果你們需要工廠或是工廠的見解 或是一些工廠的一些服務 其實你們可以參考下方的這些資訊 那裡面可以跟我們聯絡 讓我們更多提供相關的資訊給你們 好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對於智慧製造的話題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你可以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會有更多的資訊 在第一時間可以通知你們